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些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犯过的一些错误 那么这些经历可以说都是真真正正发生过在我身上的 并且是非常非常惨痛的教训 那么我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这些惨痛的经历不要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首先第一点在旅行的整个过程当中 咱们拍的这个照片数据是重中之重 它是最重要的 因为一旦这些数据丢失了 咱们的这个旅行回忆和咱们拍的这些大片就都没有了 我呀真遇见过一次 前一天晚上还特别的正常 从相机里边翻看照片拍照片都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打算拍照片的时候 一开机提示内存卡错误 完蛋了 怎么弄都没办法了 那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重新格式化内存卡 然后之前的数据呢肯定就都没有了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一天拍完了照片 当天晚上回到酒店之后呢 立刻做备份 但是呢这个备份完了之后 这张卡不格式化 第二天接着拍 万一它没有问题呢 咱们就还是像之前日子这样保存 但是一旦出现像之前这样的问题 至少我现在就有了一个数据的备份了 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提供一个小小的建议 买内存卡的时候啊 别图那个内存卡的容量大 因为大当然它存的内容很多 但一旦它发生了问题 咱就这一张卡里边东西全都没有了 每张卡存个一两天两三天 然后再换一张卡存个一两天两三天 这样我们有很多张卡 全程不要格式化任何一张卡 除非到最后一天了 这个旅行的时间特别的长 咱们实在没有这个卡能够存新的照片了 那就把第一张卡拿出来格式化拍照 那么前提是咱们带了硬盘跟电脑 已经备份好的前提下啊 还有一点呢 就是不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在相机当中删除任何一张照片 第一 有可能您在这个删除的过程当中啊 手一抖 就把这不该删除的给误删除掉了 那就追换莫及了 对不对 再有呢 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在这个相机屏幕上一看 觉得这个照片一般 但实际上在后期的时候 如果咱们重新调一下曝光 调一下颜色 再重新的二次构图一下 也许就变费为宝了 所以您看 无论怎么样 千万不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在相机当中删除照片 出门旅行前呢 一定要检查几个小件设备 实际上大件不是那么容易忘带 一眼就看着咱有没有带相机镜头三角架了 但是有这么几样小东西 比镜头三角架还要更重要 那就是内存卡 电池充电器 还记得上回我大老远的跑山里边 结果充电器没带 幸好我那个相机它用USB的充电宝也可以进行充电 否则这一趟可能就白搭了 虽说一般的旅游景点都会在周围有一些小店卖什么内存卡 但是您别忘了和您这个相机匹配的电池跟充电器还真不一定有卖的 所以说如果您是公路旅行 在车上备一套车载的充电 或者说相机能够使用这种USB的充电宝可以进行充电的话 也是一个不错的备用方案 除了这几样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拍风光的话 这个东西一定不能少 自从我犯了好几次傻之后 我就在我的包里边背了这么一个备用的三脚架快装板 虽然我这个相机它常年都是有L快装板在上面的 但是真的有的时候还是会不小心可能就没用它 结果兴高采烈的出来拍日出日落 结果这三脚架一支上相机一拿出来 发现没三脚架快装板 这三脚架也利用不了了 那这次这个美好的火烧云 咱可能就拍不着了 非常的遗憾 您也千万别犯这个傻 除了旺带东西数据损坏 那么还有一些比较会意外发生的事情 我就亲自的遇见过好几次了 首先三脚架 咱们一定要不能离自己太远 特别是相机还支在上面的时候 一定要在一臂能够得到的范围之内活动 如果我离开我的这个相机三脚架很远的话 我要么找人来看着要么我自己就把相机摘下来 先放在包里边等我回来 我再把它装上 因为真的会摔相机呀 像平时我在拍日出日落城市风光的时候 都是在河边的码头 冬天的时候风特别的大 我那个三脚架直接就吹倒了 所以之前的那个来图三脚架呢 它的这个云台跟三脚架的这个边上呢 就都磕坏了 还挺心疼的 所以三脚架和相机一定不要离自己太远了 一定要在迅速能够反应的这个范围之内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安全问题 这个背包的拉锁 一定要随时随地把它给拉上 无论现在用不用 无论它是否在身边还是放在哪 一定要把它给全都拉上 我好几次背上这包 然后往地上一放 发现哎呀没拉拉锁 非常的后怕 有一次真把这个镜头给摔了 我之前那个富士的1655 就是这么给菜的 后边这个拉锁没拉 一拿起来 那个镜头直接就踩在地上了 那幸好它是掉在了这个木地板上面 但是它那个对雕环也摔坏了 我当时花了得有200美金吧 修它 所以背包拉锁 无时无刻 任何时间一定要把它拉上 不要放在那不管 因为有的时候咱太开心了 一看这风景 哎呀今天这个火烧云太美了 注意力全在相机那的 把这事给忘了 结果哎正着急换机位 想往上那边看一眼 这个事就忘了 所以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不能发生像我这样的惨剧啊 旅行嘛就是把平时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会遇到的那些问题 失误 全都聚集在了短短的这样的一个旅途当中了 所以非常有可能发生这样非常低级的错误 那么分享出来 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老路 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惨剧 祝大家旅途愉快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神小课堂 我是艾丽 我现在呢在华盛顿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在之后的视频当中 我就要分享更多的旅行相关的小知识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